大家好,我是唐鳳,那现在是9月8日,在巴黎的半夜11点,明天早上,巴黎时间,也就是台湾的下午,我会和一些媒体的朋友第一次在虚拟实境里面测试怎么样彼此对谈,访问,以及其他的一些互动。 那也是应一些媒体朋友们的要求,我有写一篇文章,Towards Plurality,中文是叫做《从起点到重点》,那这篇文章主要是解释说为什么我觉得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用来做实验的这样一种情境。 这样子的一种情境呢,其实不是要用来取代人与人之间实际的接触,而是要提供一个新的互动模式。 那之前文字啊,纸本啊,语音电话,影像,视讯这些发明的时候,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那它的特色,Virtual Reality的特色是说,它可以突破时间跟空间的维度,带给大家更强烈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的这种感觉。 然后有助于共同理解的形成,最终导向、自发、互动、共好,这些价值的实践。 那因为在VR里面,所有的物理定律,包含光学、升学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可以建立比实体世界更平等、更开放的对话空间。 那这不止使得沟通更有效、更周延,也是在一次次的互动过程里面,让我们能够落实一些民主社会重视的共同价值。 今天的民主社会,随着大家成长的历程、价值的多元化,如何透过沟通达成共同感受,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学问。 那对于政府官员,对于工部门来讲,更加是如此。 在上个世纪,所谓国家的领导者、政府官员、公务人员,可能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有足够的判断力跟专业能力。 那到了今天,这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建立共识的能力可能也是同样的重要。 那建立共识能力的关键,不是说面对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说怎么样做一定是最好的。 而是说,理解大家认为这些问题里面哪些面向是重要的,在大家提供的事实里面,在大家彼此分享的感受里面, 找出让社会能够互相理解,又愿意接受的一些解决方案来。 之前,当我们在开这样子的共识的会议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起做着,一起讨论,一起决策。 那Virtual Reality,虚拟实境,它有很多特性,可以让参与者获得更直接的资讯交流,更直接的情感连结。 那做这些实验,我想分成六个面向来讨论VR的特性。 第一个是空间维度上面的突破。 那传统开会,我们就是面对面沟通嘛,那可能有些简报,文字,照片,影像,这些都是二维的素材。 那但是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厂商是多面向的。 举例来讲,如果我们要讨论一座社区公园,它应不应该建,它应该建多大,多小,放在哪里,跟旁边的交通的关系。 那我们如果讨论的基础,只有一些建筑师看得懂的平面设计图,或者是模拟示意图的一些简报, 那除非参与者都有很强的空间感,不然的话,其实难以比较各种方案的优劣。 因此呢,有许多老师们,致力于叫做参与式规划的这样的工作,开发了很多方法, 像是模型组合,现场放样,集体创作,电子决策剧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彼此倾听的方式。 那当我们在带入BR来辅助这些流程进行的时候,不但可以节省参与的成本,也可以增加参与感, 那甚至连年纪很小的参与者都可以像大人的身高一样,在虚拟实境里面提出符合使用需求的建议。 反过来讲,大人也可以用小孩的观点来看这样子一座公园,能够让大家讨论的主题很具体地聚焦在共同的想象里。 那第二个想要实验的是在时间尺度上的突破,因为传统的讨论虽然我们可以用录影或者录音, 但是当你回放的时候,它只有声音打,或者是影像重播,或者我们打成竹字稿。 但是呢,VR可以用三维的方式,一次次起来存取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今天同一个会议, 我从我的角度看,从你的角度看,从中间的角度看,可能看到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事情就可以让无法第一时间到场的参与者,透过日后再进入同一个房间,来产生生利其境的感受, 延长这个讨论过程的感染力。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再局限于会议室的大小,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相同的情境,有效地形成共感。 那第三个呢,它可以解除距离的限制。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不用再买机票,或者是搭高铁,或者是搭其他交通工具,前往那个开会的地点。 接下来它可以避免我们在1比1实际,就是搭模拟图啊,放样啊的时候,空间太小,或者太大,这些运用上的障碍。 那从最大的尺度,你可以一次看到全球的视角,但是呢,主持人又可以带着大家进入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去体验它的文化脉络。 那这是短期,大家马上可以想象的。 长远来看,我觉得VR会改变实体空间的配置。 当越来越多重要的会议是用VR进行,我们每次讨论到哪一个区域,那一个实体区域就可以动态地形成当下的政治中心。 然后其他人透过虚拟实境进入那个地点,而不是以往固定的某些地方是中心,某些地方是边缘的角色。 那当然目前这整套技术都还在萌芽的阶段。 我们目前能够在VR里面开记者会啊,讨论啊,这些东西,其实是今年才出现的科技。 我觉得我们会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持续对话跟跟整个社会去调整,但是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后续发展的方向。 第四个,我觉得这可以建造一个平等的聆听的空间。 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参与者的性别啊,肤色啊,年龄啊,大家都是用平等基本上一致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说,作为引导者,作为facilitator,我们更可以把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聆听不同意见的多元性,而不是放大某些看起来就很厉害的角色的代表性上面。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保留了数十万年以来,面对面沟通,语言,累积人际感受,所有的这些前提,但是却让以貌取人的问题,以人肺炎的问题,不要那么影响我们的公共讨论。 第五,就是我觉得它对推广产业发展也很有帮助。 因为虽然VR是虚拟的场域,但是很实际的一面就是,在智慧型手机之后,VR目前被广泛视为现阶段应用科技突破的一个重点。 那台湾当然是VR设备的重要的创制的基地,以及数位内容的创造者,所以政府官员相关部门除了善用民间的优势,当然也有协助推广的这个作用。 那很巧的就是,我这两年来的研究主题就是这件事情,那现在十月即将上任成为数位政委,那我当然更是责无旁贷,会继续推广。 那第六点,也是我自己觉得最高兴的,是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全球互动的模式。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到一些国界啊,或者是一些人为的这些边界所影响,我们可以去看每一个政策或者每一个行动,它在全球的规模上面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是一个崭新的互动模式。 而传统的国际场合,有严谨的组成互动这些规则,但是VR呢,它可以提供一个开放平等交流的机会,让我们跟全世界的互动,找到一些突破既有障碍的一些路径。 每一次实验室里面的这些技术,融入社会的时候,总会带来一些碰撞,一些创新。 那我在纽西兰分享这样子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被他们的毛利人的这样一种祭典,祈祷的感觉所感召,所以也写了一首导词。 那我想说在这边作为节语。 我一开始用英文写的,我就先用英文念。 如果我们能看到网上,我们看到网上的经浏,让我们看到网上的电影。 如果我们看到网上,我们看到网上 Hz,让我们看到网上一样形态。 如果我们看到网上的路亚,让我们看到网上的因子性电竞儿。 最后看到网上的经浏 ,直接看到人感情。 And when we hear that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Let us remember the plurality is here 中文呢 是这样的 我们看见万物联网 愿我们将智慧联网 我们看见虚拟实境 愿我们将实境共享 我们看见机器学习 愿我们能协力学习 我们看见用户体验 愿我们能体验人际 我们听到起点即将接近 但愿我们惦记重点就在这里